琴姐李香琴在今年1月4日因病与世长迟 享年88岁 1月25日琴姐的家属为她撤灵 并于当晚7点举行母宗教仪式的追思会 和琴姐相识当年的汪明泉 担任桑礼致辞嘉宾 仪式结束后 Lisa姐和佳英哥结半部出灵堂接受访问 回忆和琴姐生前的相处点滴 最重要是分享我自己和琴姐的交往 她多才多矮 什么节目都可以加以得到 原来我一直听很多人说 我都感觉她是很热情去帮人 照顾后辈和低下层的演员 做大戏那些她都有帮忙 个个都知道她是很帮人 呼寒自己就阔虎大家 佳英哥呢 最琴姐的印象是怎样 几十年了 我小时候我六岁就认识她了 我爸爸和她是好朋友来的 一起去马来西亚酒佛 去关南酒佛 小时候就认识她了 很幸运我和她唱了两首乐曲 其实和琴姐的印象都是很开心的片段 她每一次见人都是开心的 她是一个工作狂来的 她是不会放任何一个工作的 但是听她女儿说 因为她的开支是很大的 如果她不工作的话 就对她来说 因为她自己担起了头监 她养爸爸妈妈 弟弟妹 女儿 那时候她们拍鱼片 她是尽量去摘 琴姐重映五十几年 征集的演出 深深乐印在影迷心中 这晚一位影迷 亦带同亲手摘的梓莲花 到灵堂送偶像最后一程 我想她去得很安乐 你弄了几天这个 哇 很难估计 一个小时多摘三只 这里二十几只 一日摘一日摘一日摘 有什么莲花来说呢 这些我来烧给她 听人们说 信神信佛的 叛向她的围体道 烧给她很好的 烧了解难的 追思会每日 一众亲友一早到达灵堂 准备出席大脸仪式 导演杜琪峰 林建明夫妇 也到场送别琴姐 琴姐的女儿萧志军 手碰妈妈围照 由黄八明 罗家英 阮兆辉 李隆 苗乔韦 高志森 吴永熙 盧世昌芙 把琴姐的灵灸送上灵车 三哥和八明哥 亦分享和琴姐昔夜的窩心回忆 其实她本人 和电影中所饰演的角色 是完全反差很大 180度 她本人是非常磁场 很爱惜后辈 爱惜家人 她从来都不会骂后辈 不会骂人 琴姐也没有是非 她是很照顾 很爱惜我们的年轻人 今天专专来送妈妈 最后开情 我所有河岁片都有琴姐 所以我和她合作了很多年 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她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重的前辈 后来她有病时 我都和阿古天乐 都去探探她和她喝茶 很好 因为近几年 我知道她都认不到人 我们想上去探她 只差自己深厚 所以这两年就没有什么去见 和琴姐相识多年的大姐明 回想起琴姐晚年患病的经历 都忍不住紧烟 因为后期 其实早两年左右 我去探过她 当时她已经在家休息了 不可以再工作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又想约朋友一起去探她 但她们说她现在就完全不记得了 这一段时间我就比较伤感一点 好好的 几十年她突然又不认得你 有什么想和琴姐说 没有啊 她无憂无虑的 现在她一切都很好 希望她另外愈发老友记 丙哥 一班她们又去打麻将去玩 灵构抵达火葬场后 由工作人员推入礼堂 琴姐俩儿肖子军难掩悲痛心情 三度揽住观目 对妈妈的离开感到非常不舍 和琴姐私交甚督的安德尊 连续两天都一早到场帮忙打点 对琴姐生前的教诲 她一直铭记于心 我入行已经认识她了 她带着我大 四围带我去 她跟阿炳哥有什么事就叫我去 我们又不懂经常做错事 她们对我都包容很体谅 还有没有嫌弃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出身又低 她对我们真的很好 经常做错事 琴姐经常交代我一件事 她说做人做事 记得分庄限 她说够了 你记得分庄限 你做事就不会乱了 你不懂分庄限 你一乱了你就做错事了 我很感恩 对不对 就是 我能够认识她 我也是很感恩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